有時候我們計算份數就不需要死成 我們看到有些特別的份數 我們可以運用一些特別的技巧 將份子和份母同時做一些某幾項處理的話 就立刻會變成一些潑然開朗 比較容易方便我們計算的模式 我們一起看看 例如這個份數 如果我們把份子和份母同時都除以xy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個這樣的份數 先看份子的部分 逐個 term 開始 第一個 term 是2x 除以xy 就會變成2 over y 加3 再減2 over x 整個東西 下面這個就是1 over y 減2 減1 over x 開始發現這些 term 這些over y 和over x 的 term 已經出現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將它組合在一起 然後就抽出一個負號 抽出一個負二 裡面就乘以1 over x 減1 over y 最後加3 下面都是一樣的 抽一個負號出來 1 over x 減1 over y 把這個負二寫過來 這樣就完成了 由於這個題目就給到這個 quantity等於3 這個東西出來就是3 這個東西出來就是3 這個東西出來也是3 所以這條式一下子就變成 一些只是數字 2乘以3 加3 over 減3 減2 所以這條數的答案 就是3 over 5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有這條題目 它又說到A乘以B乘以C 就等於1 除了這個條件之外 沒有了 然後我們就要 著手計一個份數 這個份數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當然我們就盡可能把它化作 跟A、B、C有關 既然我們只有一個條件的話 可以怎樣化呢 可以試一下把這個份數 分子分母都乘以A 這個份數 分子分母都同時乘以AB 我們一起提醒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第一個條件就不動的 A over AB 加A加1 第二個條件就變成 AB over ABC 加AB加A 第三個條件就會變成 A、B、C over A平方 B、C 加A、B、C 加AB 哎呀 好像很複雜 我們一起看看 首先 A、B、C 這個條件就會變成 只剩下一個A 只剩下一個A 這個就會變成一個A 這些呢 又是1 這個又是1 所以呢 好像很複雜的數 一下子就會變成 這樣的形式 就會等於 A over AB加A加1 再加A 再加AB over 這個是1 加AB 加A 再加1 你記住這個是A A加1 加AB 一些很複雜的先體分母 一看很複雜的分數 加在一起 分母 竟然是一模一樣的 既然是這樣 分子我們又看看 那出來呢 就會變成 A 加AB 加1 分母就是 AB 加A 加1 第二個 和第三個分母 又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的話 這個東西呢 最終得出來 結果原來就是等於1 了